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一些气压系统的主要的零件 我们第一个要介绍气压制动器 以及方向控制阀 流量控制阀 压力控制阀 以及其他的控制零件 首先我们要介绍气压制动器 气压制动器一般分为直线运动型跟旋转运动型 所谓制动器就是将压缩空气所具有的压力能转换成可以出力的机械能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直线运动型的制动器 可分为单动缸与双动缸 现在我们所看的是单动缸 单动缸一般它是工作的时候只有单边进气 而回行的时候则不需要提供压缩空气 所以它的空气消耗量会比较少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的情形 那么右边是一个进气口 那么压缩空气从这边进去之后 活塞就可以往前被推送 我们左边同样有一个连接口 这个并不是用来进气的 而是用来排气的 因为压缩空气在出力的时候 活塞的前端如果有空气的话 就会有这个被压产生 而减低了单动缸的一个效率 那么除了刚刚所看到的 以弹簧为主要的回行的机构之外 我们也有其他种形式的单动缸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是一种磨片式的单动缸 它是借着一个弹性的物质 弹性的一个磨片 作为一个带动的机构 当压缩空气从右边进来的时候 这个弹性的磨片就会往上顶 这样的一个单动缸 它的形成非常的短 大概只有两个mm左右 那么另外一种磨片缸 就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它是由一个磨片所构成 那么中间有一个活塞杆 当压缩空气从上方进来的时候 这个磨片就会变形 这个活塞杆就会往前行 当然这里的弹簧呢 就在压缩空气停止空音的时候 那么这个磨片呢 就会被这个弹簧所顶回去 那么这个磨片呢 本身也是弹性物质 它里面的内部的硬力呢 也有回弹的性质 那么这种磨片缸呢 它的摩擦力很少 那么密封性也很好 但是它的出力比较小 我们现在再看一种滚卷磨片式的单动缸 那么这种单动缸呢 内部有一个像杯子形状的一个磨片 当压缩空气从右边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滚动式的磨片呢 就会往前滚动而把活塞杆推挤出来 当压缩空气停止供应的时候 那么这个弹簧呢 就会把磨片往右推挤回去 这样的一个滚动磨片式的单动缸呢 它的特点是没有摩擦 密封性也很好 它的形成呢大概是在50到80个mm 但是呢它的出力比较小 再下面我们要介绍双动缸 双动缸呢是不论往前行或者往后退 通通都要提供压缩空气 所以我们有两个这个连接口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那么当后面的进气的时候 活塞就往前行 当前面的进气的时候 活塞就往后退 但是由于这个活塞杆的速度太快的话呢 它对两端呢 就会形成一个冲击力 那对这个气压缸的寿命呢 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就考虑说 当活塞跑到快要接近端部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速度降低 那这个降低呢就可以使得冲击力减少 所以我们在活塞的一侧呢 我们会加上一个突出来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突出来的结构呢 当它前行到前面去的时候 它就会刚好钻进这个气压缸内部一个环形的机构里面 那么于是这一部分的排气呢 就被阻挡住 而对这个活塞呢 形成一定的阻力 就好像一个气垫一样 这个时候剩余的这些空气呢 就必须由上方的这种流量调节机构呢 去排放 那这个时候它的排放量就比较少 所以速度呢就会减慢 那么一般呢 我们分成所谓的后退缓冲 就是后退有缓冲机构 而往前没有缓冲机构 所以我们的符号就是在活塞的右边呢 在画上一个长方形 那么这个斜箭头呢 就是代表这个机构是可以做调整的 也就是缓冲的效果呢 是可以透过流量控制来做调整 那如果这个长方形画在活塞的前方的话 那就是前进的缓冲装置 如果两方都有的话 那么就是双向的缓冲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气压缸的寿命 是有绝对的帮助 而且也会减低 减低这气压缸的噪音 在下面我们看到双感气压缸 双感气压缸就是活塞的两侧都有活塞感 那么这一种的气压缸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前进跟后退的出力相等 因为活塞两侧都有活塞感 所以它的活塞的作用面积呢 出力就会相等 因为这一种双感气压缸呢 它的前后端盖都有轴层套 所以可以承受侧向的弯曲 侧向跟弯曲负荷 这是一般单缸气压缸做不到的 另外一种是串联式的气压缸 就是把两个气压缸给它串结在一起 那么这种气压缸呢 的好处是它的出力 几乎可以到达两倍的出力 就是压缩空气从后方进来 作用在其中一个活塞的时候 它就产生的力量呢 会借着这个活塞感呢 会往前传递到前面的这个活塞 那么前面的活塞也接受压缩空气的 推动的时候呢 也产生一定的力量 所以两个力量加起来呢 就成为双倍的出力 但是为了避免这个出力过大呢 所以前面的这个 右侧的这个活塞感呢 就会做得比较粗 以免它变形 那当然呢 这样的气压缸呢 它的长度 就会几乎变成原来的两倍 那但是对于空间的限制 无法使用比较粗的气压缸的 这个情况之下呢 而我们又要得到一定的出力的话 这一种气压缸是有帮助的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冲击气压缸 我们知道气压缸如果要做 要产生大的冲击力的话 就需要比较高的速度 那么这种冲击气压缸呢 是在右边呢 这个A这个区域呢 我们先加入压缩空气 那么这个时候活塞就会顶带左边的出口 吸这个地方的出口 这个时候我们在B这个地方 也注入压缩空气 这个压缩空气的压力 如果注意推动这个活塞的时候 那么活塞的受力面积会逐渐的增大 而这个时候呢 再让A这里的空气释放出来呢 这个时候这个活塞呢 就能够产生极大的速度 但是这样的空气很容易就被消耗掉 这种冲击气压缸所产生的速度呢 可以到达每秒钟7.5到10米 一般的气压缸只可以到1米到2米左右 那所以它适用于气压的冲床 那可以产生的2.5到50个KPM的一个冲击能量 那么当然这个冲击能量跟我们的钢筋大小有关系 那么再一种就是无感钢 也就是它没有活塞感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 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安装空间呢 减少很多 由于它的行程可以最长可以到达10公尺 那么装配空间减少 而且两边运动的速度跟推力呢 都是相同的 而且我们的负荷呢 可以直接加装在这个连接架上面 所以运动速度呢也可以更快 而至于气压缸的一个安装方式呢 大致上可以分成这几种 最上面的最最左上方的这个基本型 就可以直接借着上面的一些 预先预留的一些安装孔来做安装 那么左边中间的这个角座型 它是可以利用额外加添的角座来安装 那么它有向内的角座 以及向外的角座 那么另外也有突圆型 是在气压缸的前端或后端呢 加装一片突圆 然后作为安装的一个机构 那么右上方的就是U甲型 U甲型呢就是后方呢有一个U型的甲 那么作为安装的一个配件 还有一种是耳轴型 就是右下方的这个 那么这个耳轴呢可以是在中间 可以是在后方 也可以在前方 那么它的主要好处是 它可以针对我们的负荷方向做一些调整 从前面的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直线运动型的自动器 那么在了解这些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再介绍旋转自动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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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